來 院長 你早 委員 你好 以防疫來講的話 我們台灣是做得不錯 世界都有得到 它主要所有的資源它統一指揮 但在經濟這一部分 我們就看到多頭馬車 比如說GDP 主機長或姓氏旦旦 現在回到後面有2% 國會的主委說 最壞可能到要減1.4 大概剩1.3左右 經濟部有經濟部的說法 還停止ECFA 我們的省部長說 沒關係 1.5% 1.5% 1.5% 可是我們的陳主委 不是這樣說 看起來是說 盡量不要 樂會主委也說盡量不要 我們再看 央行降了一馬 史無前例 1.5% 2.5% 2.5% 2.5% 這麼樣子的救經濟 結果 公家銀行 主動給你降房貸利息 民間銀行沒有的 你不搶 沒有啊 一定不知道 你搶 你才有可以跟你降 降0.5% 所以你就發現到經濟的凌亂 經濟活動 紓困以及振興 沒有像陳時中做的 這麼樣子 統一指揮 嚇嚇叫 世界有命 我們的經濟活動 多頭馬出 兵分多路 所以我就請你問一個問題 你沒有想過 現在疫情一段時間 馬上過來就是經濟問題 經濟問題是很嚴重的 非常嚴重 美國為什麼有史以來 無限式印鈔票QE 僅一百出 就是看到這個經濟 很嚴重 多嚴重 我就告訴這個 院長 一件一個數字 全世界確診的人數45萬 死亡人數2萬 禁逐啊 在管理處理 不要處理啊 30億人口 30億人口被禁逐 幾乎全世界來說 30億僑的 世界人口了 這比例非常高 這個世界的一個經濟 你說你說我供應鏈沒有問題 我開始生產的 你的廟像 大家都在家裡 沒要消費 所以我認為這個時候 我們 行業到目前為止 不錯 但是我們的經濟 是不是 你也要找一個陳時中 我們有沒有經濟的陳時中 這裡面 是不是 你的左邊 還是你的右邊 還是交通部長 還是有誰 可以當經濟的陳時中 有嗎 有這種人嗎 好 議員 你經濟比我更厲害 沒有啦 這我們坦白說 但是我就有負責這一個工作 是啊 是啊 所以其實陳時中 開始做得很好 感謝他堅定 其實陳時中要做好 後面要依整個團隊 集齊 不想你集齊 當然 當然啦 當然你都支持啦 不用說百行啦 譬如說 現在4月9號開始 口罩政策又有3.0再提升啦 這就是我主持的會議 包括經濟不少 經濟方面哪有色 是啦 所以我現在要跟委員說 就是一人說一種我們沒有什麼一樣 不是沒有一樣啦 雖然所持不一樣 是啦 那就是意思說 經濟變化太快 那是第一人啦 第二 你說是不是有經濟的城市中 其實喔 經濟這個問題方方面面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很強 其實如果沒有經濟的部長 很拚 怕我們比較有口罩 你怎麼不用找一個指揮總指揮 拿一個提供竊鈴 他來指揮整個經濟的 所有的調動 政策的調動 比較不會這樣左手打右手啊 我們目前我是沒有時間跟你講啊 這種各部會之間 彼此打架的事情很多啊 慶祝難輸啊 那這我要負責 因為我帶你很多啊 好 沒關係 不然是不是就你負責 那就不用經濟的城市中 數專輸全都要回家 我負責 全部同仇 這樣就好 回家小一點 沒有錢 回家小一點 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說 經濟確實很要緊 而且變化還快 變化太快 情勢險峻 所以你看看 現在六百億也不夠了 我知道啦 四千億 三千億了 六千億也不夠了 現在 還一直在調整 因為經濟這個東西很快 一直在調整 感謝貴宴 你支持包括委員有支持 都一直做得對 這隨著疫情變化 所以不需要經濟的城市中 那裡有一個合法 是不是這樣 不是啦 整個內構就是我 要不要找一個人來負責 整個經濟的總調度 總提調啦 總提調也不要 行政團隊就是我負責啦 對啦 我了解啦 防疫 所以防疫的陳時中 經濟就是蘇貞昌 就這樣啦 這樣可以跟你說嗎 可以這樣講嗎 行政團隊就是我負責啦 我知道啦 我知道 但是我就問你 經濟的總提調 就是蘇貞昌 這一句話對不對 沒有啦 對不對 我就剛才說 經濟部長的經濟比我更多 陳美林主委 他對這個推動 這個公共支出 兩個發文不一樣啦 要有人等我 那個就要我來 你說總調度 總三個都沒關係 就完全要我負責 所以 所以我的 用白話文來講啦 講白話啦 就是目前來講 不需要找一個人類似陳時中 負責整個經濟資源的調度 經濟政策 各方面 密啦拔啦 其實細節很多 包括跟教練部等等的 齁 啊就是 反正這些 部會有漢格利負席 對 答案就是你啦 所以 沒有經濟的陳時中 只有防疫的陳時中 對不對 經濟 那就是蘇貞昌 院長 整個行政團隊 就是我 我請問你喔 我們現在有這個 類似這樣 說 業績衰退的 五成以上喔 交通部的一些餐廳 什麼的 說補助最高兩萬 兩萬 啊 經濟部好像要跟進 兩萬好像補助幾個月嘛 現在我來跟委員報告 現在大家都在期待說 這回受到這個疫情影響 大家不出來消費這麼貪圈 啊這叫做艱困產業 那些營業 不是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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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百業蕭條 真的 我們整個行政跟共政委 在討論這樣 你說兩萬嘛對不對 對 前面性 來 我跟你講 我們做一個比較大方的 基本工資兩萬三千八 兩萬三千八 你現在放起來兩萬 還讓人查一個三千幾個 你乾脆就基本工資 什麼叫基本工資 就是基本的生活費 雖然基本生活費是兩萬二啦 啊 基本工資是兩萬三千八 不然我們剛才調整而已 也說這樣 喔這政府多少錢多少錢 一小塊也是輕巧 就調兩萬三千八 有沒有可能把兩萬乾脆 由這個負責 提升到兩萬三千八 差那麼多錢啦 有可能嗎 好 委員 這樣是 委員在國會的意見 我們都很尊重 有 現在這些各部會 受影響的 受困產業 跟業者有什麼行 最後要調整的時候 裝完 我們會尊重 告訴我們的意見 看怎麼做得更好 我是建議你啦 好 認真思考 我強烈建議 不要違得不足啦 南丁說一句 好語就要真正很厲害了 不要說兩萬 兩萬三千八 是差多少 但是給人家感覺不一樣喔 我的基本工資就是兩萬三千八 對不對 你為什麼訂一個兩萬的 那就是政府尻門啊 我們感覺喔 也失去你的 失去你的這個威嚴嘛 不太認真 你拚 對不對 那就是這些報復 不夠認真 不想到 不接地氣 我們民立代表接地氣 也算出來知道了 大家是要的 那你兩萬 你差一個兩萬三千八 差在哪裡 來 另外一個問題 剛才剛才委員有問啦 這省部長知道了 你只要是振興券 講到幾十三億 你這麼多折扣券 院長啊 振興券 振興券 不要消費啊 都被你家裡啊 我就鼓勵你 還是把電子化都可以 我打七五折 等於送你百分之二十五 你花一千塊 你等於用七百五十塊就可以了 兩百五十塊 政府買單 齁 齁 我等到小孩了 馬大 政府買單 我就請問你 何時正式開始使用 一個振興券 一個折扣券 這補打個清楚 給你說 剛才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剛才委員在說的 這個所謂振興抵用券 這個疫情比較和緩了 和緩 我現在跟你說一個所謂 我現在跟你說 美國現在死兩千多人 他們的專家 連美國總統都說 能夠死到十萬 就可以達一百分了 北冠你知道嗎 那紐約多難呢 我有親戚在紐約 那紐約 Queen 皇后區 馬路旁邊 你變停事間 那卡車去那 這樣 車一台去那 醫院 要做什麼 去把屍體載出來 那是這樣 世界是最嚴重的 疫情 疫情會過 所以說 我跟委員報告 折扣券 上限多少 這個折扣券 我問你上限多少 我問你上限多少 這個折扣券 我問你上限多少 比這個 這個折扣券 比較多 對啦 多少 這個我來把他們報告之後的一個 這個折扣券 這個折扣券 一個人八百 對 折扣券 一個人可以多少 這個我們有折扣二十五 person 多少 總之要上限 他們的折扣券 我們會租金來的 比百百百多 應該是二五% 二五% 一人多少 我們要來 他們的來 一定要比百百多 我們就沒有意義 不行啦 你放心 要讓人民有感 有感啦 對啦 我剛才把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整個第一例就是 定義說 避免勤濟消費造成防疫負擔喔 但是 不限期益 不綁自私 有消費 就有折扣 還有行動支付 還有這些食品支付 這些都並行啦 什麼時候開始使用 什麼時候開始使用 這個我們希望看四月啦 四月 四月 四月切 我們現在要把他們報告之後 你心目中所會規劃 大概 我們會如何 大家期待 大概 我們當然希望這一次 馬上就親民節可以使用啦 對不對 委員這個中間有一點 會 會 開啟的地方就是 本來 我們是希望說 可以關鍵出來消費 增加刺激消費嘛 啊 這才關鍵啊 現在還說 社交距離 稍微 就 沒有啦 這因為要 叫人消費出來 要推蛇 要推蛇 扣券 這中間有這個矛盾 好 所以這點 要怎麼研究比較好 另外一題啦 因為我時間不多啦 來院長 部長在哪裡 我們CPTPP 日本有沒有找我們打你 有出我們說嗎 日本也跟我們說嗎 簽證 我跟我們說嗎 這個東西 都在努力中啦 我 我 不可以跟你說 我們有說 或是不說 跟誰不說 這 明明很敏感 就縱使 這個人 一直在努力 啊 全世界 大家在打火 都在疫情嘛 連奧運都延期啊 所以 現在都沒有 會不會說 要我們 開放 核死 日本核死進口 才能夠 才能夠加入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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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用這樣做條件 就大家在看怎麼 互利互惠 最後一個問題 請教院長 部長可以請回 外面關心啊 你跟這個徐國勇啊 徐國勇是你的部署的 這個老實說 這個事情 你跟他搞婚了全中 實在說 這個問題你怎麼處理 這個問題要怎麼結束 外面你看戲你知道嗎 我現在這樣 對你的不公平啦 不知道你拼到這樣 去給虛攻城補齊的 你不知道要怎麼 你跟某都給他換掉 跟政府給他換掉 弄這個部長 你說一下 沒啦 我就說到他先走了 進防疫第一啦 我們來防疫充合學 才是 好 謝謝